巴菲特指标有用吗?巴菲特指标是巴菲特在2001年提出的指标 计算公市为股市市值除以GMP 限多以GDP代替GMP 是一个用来计算整体股市估值的指标 近期由于美股的巴菲特指标冲高 因此市场上许多人在讨论 从巴菲特指标来看 当前的股价是否已经过高 从公市,美股市值除以GDP来看 拆解近期狂涨的巴菲特指标 上涨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市场火热 又因为本次主要领头为AI类股 不断有人指出泡沫已经形成 并认为股市和经济已经脱节了 不过老实说,这种脱节的状况其实很常见 一般来说股市只要不是衰退 通常都会呈现乐观的走势 市场就是不断在寻找题材 所以如果拉长来看 大家可以感觉到 巴菲特指数在过去70年 似乎每次都能够提前抓到衰退的契机 然而究竟是衰退导致指标走低 还是指标提前走低预知衰退 从交易的角度来说又是否有所帮助 大家不妨思考看看 以2020巴菲特指数冲高为例 2020年的巴菲特指数先是碰到疫情遇到衰退 但随后快速B转 甚至更进一步创下当时的新高 然而股市随后再度涨了两年 指标的交易参考性似乎有点不足 接下来让我们了解背后的原因 股市BSGDP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 是因为股市是经济的领先指标 通常会比GDP还早反映经济状况 因此在衰退结束前 市场就会提早开始上涨 而在GDP真的开始下滑之前 股市也早已先一步修正 巴菲特怎么说 许多人试图用巴菲特指数来作为买卖的时间指标 可能是因为巴菲特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吸引力 不过姑且不论指标组成之一的GDP 反映经济速度落后只是确认指标 巴菲特本身其实也不太使用这个指标 首先波克夏本身的投资策略是以超长期投资为主 其次巴菲特在2013年指出 巴菲特指标并没有那么精准 并且仅在2000年的衰退中较有用 以事后观察来看 巴菲特认为股票在绝大部分的时间之中 都处于合理价格区间 最后在指标即将突破2000年科技泡沫前高的时候 巴菲特在2019年指出 倘若你相信美国30年其公债当前的3%值利率是合理的 那么股票其实便宜到荒谬 从股市的角度来看 从这个指标本身的意义来说 拿市值与GDP来比较 背后蕴含的概念 完全无助于推断股市未来的发展 一 股市反映的是投资人 对于公司未来3-30个月的获利预估 并且依据情绪或是当下环境而调整 而市场情绪并不是简单就能用公式得出的结果 二 美国许多大公司是跨国企业 获利来源并不在美国境内 因此股价有部分反映的是整体国际成长 而不仅仅是美国本土而已 在这种状况下 将其市值与GDP做比较 其实已经有点偏颇了 从GDP的角度来看 GDP是一段时间之中 整体经济活动的结果 因此和美国企业的表现并不会完全重叠 其中不论是进出口对于GDP的影响 或是政府在GDP之中扮演的角色 都让GDP与股市差异更大 但就巴菲特公式来说 GDP每季才公布一次上一季的结果 股市却是在持续反映未来 光从这点来说 两者之间的差异就非常大了 如果巴菲特指标真的有用 如果抛开上述假设不谈 假设巴菲特指标真的有用 那么整个市场都会依据巴菲特指标来行动 如果指标上升 市场会马上把股价卖下来 反之一然 而后巴菲特指标就只会在一个区间之中移动 此时又会开始有投资人觉得可以早一步行动 最终这个指标会无效化 结论 没有一个指标能真的显示股价太贵还是太便宜 即使真的有这种指标 我们也无法单以那个指标判断后续会更贵 更便宜还是回到均值 换个角度想 假设巴菲特指标显示可能崩盘 而三年后真的崩盘了 从数十年的线图来回顾 可能我们会觉得指标很准 但是在当下投资人是要空手错过三年的行情 还是做空被嘎三年 这种状况下 投资人是否还会觉得这个指标准确呢 愿获利与你同在